讲到变来变去 很多人也是这个 因为诈骗集团 老是变来变去 让很多人的财产损失很严重 但是我们成立了200亿元的数发部 不就是要帮大家防诈吗 但好像没有用 还记得吗 唐凤当时承诺 在4月17号 网络诈骗一定通通下掉 也就是名人的部分 一周内要下掉 但下到现在 今天已经是5月16号 一个月过去了 您觉得成绩如何呢 欢迎在线上的打分数 打分数让我们知道 那我们先看 当时在一个礼拜过后 网友怎么看 网友说这个执政党实在是太烂了吧 不要说诈骗集团 他们认为整个执政党都是诈骗集团 还有人说不用太过于期望 民进党会帮助大家杜绝诈骗 还有人说200亿做成的数位发展 不是要花人民多少钱 不如下架比较快吧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到现在没有什么成效出来 因为你看到打开脸书 还有一页是网站 还是诈骗啊 然后现在还有更多的名人 还是继续被盗用在诈骗 那数发部现在真的是面子挂不住啊 尤其是这个数位大臣唐凤啊 那怎么办呢 要救救他吧 所以行政院在5月4号又公布了 公布什么呢 打诈纲领1.5版本 要追加13亿的预算 再追加这么多钱 然后由8个部会共同来制定策略 但5月4号公布到现在 今天是16号了 你有没有打开网页看一下 还有没有诈骗 好像还是有吧 所以吴子佳怎么讲 政策啦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选举要到了嘛 要来这个安定一下人心 跟这个中间选民讲啦 跟支持者讲啦 有啦 政府有做事啦 有政府好安心啦 但到现在为止呢 还是继续再骗 除了这个诈骗呢 你没有办法能够阻止之外呢 连我们的个资好不好 人民的个资 你都没有办法能够好好的帮我们守住啊 而且不要说一般的民间企业好了 就连政府机关也都守不住 最新的案子是 财政部的电子发票 整合服务平台 就是云端发票 这边呢 一个重大的缺失 什么样的缺失呢 因为有人发现 企业行号 有一千多家企业行号 你只要输入他们的桶边 然后你就会发现 奇怪了 他们的会员密码呢 你都可以看得到 差太多了吧 到底怎么回事呢 好 目前大概是130家的上市归公司 受到了影响 当然一方面 他们自己也要负责任 为什么 因为当初他们跟政府 去这个加入这个平台的时候呢 政府有给他们一笔 就是政府的预设密码 因为他们没有去改 没有及时去改变 所以导致很多人 只要输入这个企业桶边 再加上政府原本提供的预设密码 就可以看到 没有改密码 这130家上市归公司的会员密码了 所以这部分呢 要检讨 不只是企业要检讨了 政府也要检讨啊 怎么会这么容易 就让人家拿到预设密码呢 以及你怎么没有强制企业 一定要换呢 有 现在的做法呢 就是赶快 我强制你们这些公司呢 通通密码换了 但是因为现在是 营业税的征收时间 他们讲了 新的版本 请等到营业税 过了之后呢 再来换 不过这段时间呢 你看 如果很多人知道 有心人是不是 又要来偷各自呢 好 那还有这个就是 成品的各自外泄的盈云 当时是因为有人呢 去买了一本书 这是比较有关于 政治形态的书 结果他就隔几天呢 就接到了 所谓成品 访式的电话 他认为 奇怪了 你怎么会要到我的电话呢 这叫做各自外泄吧 但因为这件事情呢 突然政府动起来 就觉得呢 哇 这个不得了 因为是有关于 政治形态的书 然后呢 政府就说 一定要来查 赵叉刚怎么讲 你在搞意识形态嘛 因为这么多事情要做 偏偏都不做 或者是都做不好 唯独呢 有人去买了一个 有关于政治形态的书 然后呢 被回打电话 你就觉得不对劲 赶快要来查 是不是有点太过 或是重点摆错了 那看今天的立法院 三独通过了 各资法的修正草案 要告诉你什么 就是呢 未来要成立一个 各资保护独立监督机关 但有趣的来了 他要监督谁呢 监督非公务机关 也就是你的民间团体 民间企业 如果不小心 就像这些公司一样 你帮你的客户 会员的各资外泄的话呢 就要罚 而且是按次累罚 最高呢 可以罚到1500万 1500万元 但你别忘了 很多时候都是 公家机关 帮我们的 个资 宣泄出去 比方说 就有人讲了 之前不是内政部的一些 户籍资料 通通外泄吗 在国际上卖 只要一个人 花15万块 就可以买到全台湾 2300万人的资料 这部分不是政府 要负责任吗 结果呢 你现在定的这个监督草案 只用在 非公务机关 所以你看 郑立文怎么讲 很奇怪 你是只准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吗 该去监督政府的机关外泄 你都没有去监督 你反而去监督到民间 这也蛮特别的 好 所以现在呢 有人说话了 这个呢 就是 卡申 杨慧如 但他就说 之前他还蛮支持民进党的 但显然嘛 这个就是做不好嘛 他自己也看不下去了 他怎么讲 他对唐凤 他说呢 这是一个智障作秀的外包大臣 一年花了两百多亿的预算 结果呢 全台公司单位的资料 通通都在外泄 国安局调查局检察官 要不要去查一下 到底是谁在勾结 外部敌人持续的外泄个资呢 好 看到这 你觉得 现在我们的政府 极力的要打炸 因为他认为嘛 资安就等于国安嘛 这是有关于认知作战的问题 但会不会还没做到 自己就已经先溃败呢 你不了解 统联成品连财人部自己的电子发票平台 先后爆出资安漏洞 统联官网惊传骇客入侵紧急关闭 在成品买书的消费者 居然接到统战诈骗电话 电子发票平台恐怕下落 上市柜公司的营业机密 结果政府似乎把调查重心 放在成品身上 数发布联手资安院和警政署组团到 成品行政调查 喊话两周内做出行政处分 不排除开罚 但到底是查什么 陈建仁一席话露出端倪 更重要的也可以来阻断 认知作战认知作战 认知作战所带来的攻击 你唐凤什么事不好干啊 怎么搞的全部都在搞意识形态 健保署的问题 内政部的问题 你那个不查 等于是抓小放大 等于是拿了鸡毛当令件 当选举年 只要遇到这种意识形态的对峙 那这个议题 他们就要特别的用力的去炒作 一般民众各自外泄 根本我们的政府根本不重视 他们重视的是要打对岸的认知作战 内政部2300万笔 各自外泄查屋下文 对比查成品的勤奋 蔡政府在线双标 而且5月底还要成立 打炸办公室 时事评论员前正宇大酸 蔡政府真的很耐成立办公室 现阶段就超过20个 网友直言这样就可以酬庸自己人 还酸说是叠床嫁屋 每个办公室老板都是大小姐 更有网友直呼 蔡政府就是诈骗国家队 我们的政府就是诈骗国家队 你打什么诈 诈骗已经是变成台湾的国词 变成国安问题了 先下架你唐凤 要你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书发部的首长干什么呢 唐凤你就自己下台快一点 政府大撒几十亿公堂打炸 结果被诈骗集团当塑胶 还祭出诈骗三连发 结果陈内阁打的不是诈骗 打的是反任之作战 这皇家委员声诱台北报道 国民党在2024总统候选人 明天中常会就会拍板定案 现在新北市长侯友宜 已经是要确定 明天他会出席中常会了 这是不是表示 争召的态势不言可遇呢 另外明天 北北基陶的蓝营现实九党 也要合体展现大团结的气势 侯友宜宣布参选三大策略 如今也曝光 除了要守住新北市的市政之外 还要修补跟深蓝的关系 以及强化党务接轨 对此 国民党的前秘书长李乾隆 他就认为 侯友宜目前首要的 应该就是要修补跟蓝营的关系 他建议侯友宜可以到 各个县市政府去深耕一下 市场沉入大桥机车道拓宽 侯友宜表情严肃 少了过去的轻松感 因为过了今天 除了新北市长身份外 再背负了重责大任 国民党2024最强总统候选人到底是谁 侯郭之争即将落幕 因为在17号中常会下午2点 就要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 我会以新北市市长的身份 去支持我们党籍的立委 侯友宜17号确定出席中常会 等于大局底定 未来选战三大策略也曝光 防守新北顾市政 就怕落跑议题成为破口 拟定待职参选 但过去作风中立不犯政治化 为了修补与深蓝裂痕 侯友宜大动作 败会退役上将许立农 四月请义战斗兰 而征召当晚更有退警协会 席开88桌 拉拢深蓝人士 而不熟党务的他 为了接轨地方派系 由党务系统协助 布局传统组织立委选战 侯友宜最大的优势 就是能攻克传统蓝银 拿不下的深绿线市 这也是未来选战布局重点 侯友宜本身也选过那么多次了 他自己很有信心 就我跟他谈这个 北部大营南部小营 如果南部一定这个不会输的 那北部就更不用讲了 所以他自己很有信心的 我觉得也很好 后选本是一定要有信心 侯友宜选战策略循序渐进 就在17号中常会正式提名 据悉北北基桃县市首长 将齐聚一堂展现大团结气氛 记者鹏一得 蔡炳宏新辈赛报道 北高行判了中天新闻胜诉 但是NCC他就是不喜欢输的感觉 最近觉得应该要来洗洗大家的脑 怎么样个洗脑法呢 他们就在网络上面发了所谓的懒人包 字卡他告诉大家 我NCC就是没错啊 好来看看他怎么硬拗的 他先告诉大家 他们的配分比例 从105年到109年 已经试用了124件的换照案 其中他特别挂注 包含109年的中天新闻台也在里面 然后呢 他怕大家认为不公平哦 所以他还说呢 用了同样的标准 也让中天综合台呢 换照是过关的 所以他认为说 那你外界还有什么好在争议的呢 好但你自己曝露你自己的缺点 跟这个问题地方 105年到109年 你试用了124件 好但你没有告诉大家 哪几件你是用在105年的 试用的配分比 哪几件是用在107年的配分比 而且法院不就已经 刚才你认证了吗 你的评分基准 就已经违反了规定 什么样的规定呢 来先看这个哦 全国的法规资料处 在107年5月7号 跟107年2月8号呢 其实就已经把这个换照法 重新给审议过了 也就是说 你105年的旧法 现在已经不试用了 要用到107年 因为107年有了新法嘛 那中天新闻台 它就在109年要换照啊 那试用的应该就是107年的 这个配分表嘛 但是你还是要用105年的 然后你现在就是要硬凹 然后他要告诉大家什么 NCC要澄清 没有针对中天新闻台 量身定做评分表 那法院的这个文是什么 就是打你脸嘛 你就是违规嘛 总而言之呢 就是原处分 因此就是来违法 所以呢 看完了这张懒人包 跟看完这个梗图之后呢 网友怎么看 来 到现在NCC呢 你还在狡辩啊 那他有人想问啊 那民事三例 也是一大堆假新闻 怎么都没事呢 还有说呢 中天新闻呢 是被政治力介入 这个事实在是太明显了 还有人讲呢 北高行呢 都已经是认证了 你现在NCC 还想要唬谁呀 真的是非常可恶 政治力介入是太明显了 北高行都认证了